在地表最强的父子大战过后 任牙依旧保持着高强度的训练 可从数十米高的台阶上自由落体 他竟然都无聊到开始打哈欠 这样没有战斗的日子 他一天都不想过下去了 就在任牙琢磨要和谁去打一架时 在另一个国度 一位身高超过两米 体重140公斤的王者及格斗家出现了 这个男人叫阿特拉斯 一直拿金腰带拿到了手软 甚至对金腰带产生了厌烦情绪 虽然这让人听着有点装逼的意思 但人家是有实力在装 这家伙在中重量级比赛 达到了王者的程度 面对任何强敌都可以轻松KO对方 久而久之 阿特拉斯已不想再拿金腰带了 因为他想要获得地表最强的称号 所以他直接去了日本 想挑战任牙这个格斗王者 阿特拉斯先是找到了德川 表达了自己想要挑战任牙的意图 双方经过一番交流 德川联系到了任牙 帮阿特拉斯约了一场 无规则的格斗比赛 没过多久比赛就正式开始了 阿特拉斯看到任牙的第一眼满是不屑 就这个1米67 70公斤的小娃娃也配最强称号 但下一秒阿特拉斯就流出了冷汗 因为此时他面前的任牙赫然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怪物 一瞬间这个280斤的猛男突然感到了恐惧 阿特拉斯率先出手 先用高踢腿尾攻 随后才打出了充满力量的隐蔽直拳 他觉得自己应该可以一拳K任牙 不过理想与现实总是有些差距 就在阿特拉斯以为自己可以打倒对方时 任牙却轻松躲开了他的攻击 然后双手抓住阿特拉斯的头 再接着这个280斤的猛男就失去意识倒地不起了 从躲避到还击 再到对方倒地 练牙打败阿特拉斯只用了3秒 与此同时 在日本东京634米高的晴空塔下 还有一个深达366米的地下建筑群 这个秘密连日本的内阁总理大臣都不知道 可见德川老头的恐怖实力 就在二人到达这个壮观的基地时 总理大臣被吓得大惊失色 不禁开口询问德川老爷子 您这是要在这干什么 听到这话德川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然后说出了他的目的 那就是创造出一个人类 德川将总理大臣带进了地下实验室 并入眼帘的试剧穿着盔甲的武士木乃衣 大臣好奇地问德川这是什么 德川回答道 这句尸骸就是400多年前的剑圣 公本五脏 听到这话总理大臣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身体甚至都有些瑟瑟发动 德川表示他们的研究小组 已经在约翰博士的带领下 成功在公本五脏的体内提取到了DNA 总理大臣赶忙开口反对这项计划 因为在国际上是禁止制造克隆人的 德川听到这话突然笑出了声 在活生生的武脏大人面前 这些话你是怎么说出口的呢 1986年的夏天 年轻的约翰便已经有了切开霸王龙击鼓 然后去观察内部的想法 只不过所有的研究室和博物馆都拒绝让他做这个实验 直到2005年约翰发表了一篇关于克隆的论文 在论文发表的四天后 有个日本人拜访约翰 一开始约翰准备拒绝对方的要求 可对方为了招揽他 竟然开出了天价工资 就这样约翰被金钱所击倒 跟随男人来到东京的一处府邸 德川老爷子正在里面等着他 二人见面直接步入正体 德川直接告诉约翰自己想要制造人类 他已经拿到了剑圣公本五脏的遗体 公本五脏是日本历史上最有名的武士 同时也是以二刀流文明的剑客 在那个时代 这个名字毫无疑问是最强的象征 约翰被德川说的计划所吸引 于是便来到了晴空塔的地下 这里的实验设施 规模和水准 外界无论哪里都比不上 当约翰看到公本五脏的遗体后 他瞬间就喜极而泣 钱不钱都无所谓了 请立刻马上让我复活公本五脏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 要让那位大人重新站在这个世界上了 即使背叛神明也在所不惜 而另一边的任牙依旧在房间不断训练 浩金力气厚倒在了地上一动不动 突然一阵强力的心跳声传入他的耳中 任牙当场就被惊呆了 因为那股心跳声实在太过强大 并且与自己认识的人都不一样